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朋友 大家好 又到了《才哥話非為》的時間 今天我們講的題目是《太極》 《太極》大家都很熟悉 其實我們是一個中國的文化符號 也在2006年是國家級的非為項目 到了2020年12月 聯合國教科文將《太極》 定為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名錄裏 所以非常重視《太極》 今天我們請到這位徐一傑師傅 他本身是山東河澤人 山東河澤一向都是中國的武術之鄉 那裏的人民很喜歡習武 徐師傅自幼也學習陳釋太極 他在國內都拿了11項的太極冠軍 是一個非常出色的太極高手 徐師傅 我想請教你 你怎麼看太極的歷史起源呢 還有你自己也介紹你自己太極的一個經歷好不好 中國的太極呢 太極的利用至現在歷史的記帶 都應該有兩千多元歷史了 在漢代的時候 華佗的中國式的導引樹 利用動物的那個象徵和動態 創造了一個八段錦 五行戲 這些都是運用於陰陽元素都營在裡面了 包括長沙馬王堆 漢木的發掘出土的那個三十六十島影圖 這裡面都具備了一些太極陰陽的一種學說和一些運用 我呢 主要是學陳釋太極拳 陳釋太極拳的歷史呢 據記帶它起源於河南威縣陳家溝 它現在應該有明末清初 具有將近四百年歷史 記帶是陳氏始祖 第九氏陳汪廷 創立了陳氏的一圈 之後呢 歷經幾代人的延續 這種文化的傳承一路走下來到現在 所以太極拳在我國還是比較分佈比較廣的 由陳氏太極拳傳承了後面的楊氏啊 吳氏啊 武氏啊 孫氏 現在武當道家太極拳也有他們的傳承 也相傳也是明朝明末的時候 武當山的道士張三峰創立了太極拳 也有這種傳說 太極拳在我們國家是有一個深厚的一種文化內涵 一種傳承的一種根基 在近代太極拳都有一個非常好的發展 比如五幾年的時候 我們國家領導人都提趟 大家都要練習太極拳 鄧小平主席還專門提詞 太極拳好 對 太極拳在近代 國家就比較重視 在國家體委啊 還有中央領導的一些大力支持下 都編排了好多的太極拳 比如二四四太極拳 國家體委的五四六四太極拳 楊氏競賽太極拳 吳氏 陳 楊 吳 孫 吳 五個洞都有競賽套路 都編排了一些套路 都是為了太極拳的發展與傳承 做了很多工作 所以現在太極拳遍佈全球世界 在近幾十年的發展過程中 太極拳的發展就是深入民心 比如說我們的社區啊 學校啊 一些更廣泛的一些社會人群裡面 都把太極拳做為一個非常好的健康運動 來進行學習 所以太極拳在我們國家 得到了一個非常好的發展 現在世界呢 縱觀全球的太極拳的發展 也是非常欣喜的 太極拳作為我們中華民族的 一種優秀的傳統文化 已經走向了世界 走出了國門 並且在世界 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對推廣我們的中國傳統的優秀文化 都起到一個非常好的奠基運動 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礎 現在居不完全統計全球 習練太極拳的人 都有達到三億多人 所以只要過去講 全球只要有國家的地方都有中國人 現在是由中國人的地方 都有太極拳 這一個優秀的中國傳統的武術文化 養生文化 徐師傅我都想請教你 怎樣向香港 乃至多人全世界 進一步去推廣我們的太極 這個運動 或者我們這個養生的方法呢 我想太極拳的推廣 我自己認為有三點 第一點呢 我們走全民普及 不光在中國全民普及 在全球也是全民普及 作為一個全民普及的一種 傳統文化呢 一定要規範化 也得走規範化 比如系統的一種宣傳啦 嚴謹的一種教學方法啦 比如教練的培養啦 就是這個師傅的一種培訓呢 這個也要做好 全民推廣呢 首先 以這個項目 以這個文化 要得到好多人 得到普通市民 大眾的認可 所以太極拳 要從理論方面 要通過一種方式 宣傳的方式 科學的角度 能夠把它 規範化 自動化 能夠把它 能夠系統的 組織化 這樣才可以在全球啊 進行一個 有組織有系統 有規範的 保證 保質保量的 能夠保持一種 傳統文化的一種 它的內涵 它的作用 它的這個科學性 有效性 來進行推廣 這是太極拳的 第一點 我認為 第二點呢 太極拳 最好是能夠 做到一種 從競技角度來 從賽事角度來講 能夠把太極拳 通過一種競技 通過一種比賽 賽事 能夠 進入到 這個 我們這個 最高的 比賽項目 奧運項目 現在太極拳 進行奧運項目呢 都很難 這個國家也 多年來 也進行了 好多努力 把太極拳 把太極拳呢 變成了好多的 這個競技角度 增加了好多的難度 在增加難度的同時呢 又不失太極拳 傳統 內涵的風格 這樣就 規範了八個動作 用於競技太極拳裡面 這個推廣 也推廣了 20年時間了 目的呢 也就是 怎麼樣能夠 把太極拳 通過競技 能夠進入奧運會 進入奧運會 它就提升了太極拳 在全球的影響力 和競技能力 這方面還得繼續努力 我們作為太極拳的傳承者呢 也在不停的努力中 能夠為太極拳 中國武術深奧 能夠作出一些這些貢獻 第三點呢 我想太極拳的發展呢 我自己認為呢 太極拳 如果是 因為太極拳的內涵呢 它是中國的傳統運動養人方法 應該是和中醫緊密結合起來的 因為太極拳的創編和發展 都來源於幾個方面 中國的哲學思想 中國的經略學說 中醫的基礎理論 中醫的經略 中國的哲學思想 還有中國的戰術 權術 歷史所遺留下來的 歷史所傳承的一些權術權益 所以太極拳的創編 是一個綜合性的一種文化 所以這種文化呢 的推廣 要發揮它自身的作用 什麼作用呢 保健作用 我經常給學生講 太極拳 就是我們的傳統的中醫養生方法 是我們傳統的中醫運動養生方法 要發揮太極拳的保健作用 和它的對這個身心的一種康復治療提升 使其能夠通過太極拳的運動 是體現出它對人的健康成長 身心思想的一種影響 我有一個想法 也是一種夢想吧 太極拳將來在全世界的推廣 它不是作為一種競技的方法 不是作為一種競技的運動 它應該是服務整個奧林匹克的 整個奧林匹克的運動裡面 都有我們太極拳來給它保駕護航 養生護體 大家都知道 傳統的這些 不是傳統的 全球的這些競技運動 奧林匹克這些項目 其實都很多是傷身體的 你看舉動啊 爬山啦 自行車啦 我是說這個傷身體 並不是說這個項目是傷身體 關鍵是運動員 它是一個高強的訓練 這種強度啊 視對身體是一定傷害的 大家 我們比較熟悉的好多運動選商 比如 這個體操 跳水 這個好多的運動員都上來這裡 我們只看到了這個項目的冠軍 沒有看到一個項目 背後有多少人的 傷殘 多少人的心血 能夠鋪墊才能產生出來的項目的冠軍 比如我們的體操運動員 我們的舉動運動員 有好多的運動員都已經是中途而廢 因為身體的運動的強度 和身體的不適 產生了好多損傷 所以我想把太極拳 能夠作為我們整個服務奧林匹克 服務所有運動人的一種保健的 一種運動方法 所以競技運動 它就要超強的發揮 你的訓練要超符合的 你要成績比別人好 你要付出百倍的 百倍於普通人的一種 這個能力 這種精力和時間 你才會產生自己一個好的成績 所以在訓練過程中 好多訓練過程中容易產生一些損傷 這種損傷呢 對自己的傷害是很大的 比如我們好多的經濟的項目 比如跳水啦 體操啦 這個足球啊 你看足球的水槽也是很 很普遍的 對 我想太極拳作為我們中國式的傳統養生方法 我都想太極拳應該和中醫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 我平時對於先生講 我們太極拳運動就是中醫的一部分 是中醫 養生保健的一種運動方法 將來太極拳能夠走出世界 服務於全球 服務於全球的 運動的 這些奧林匹克的所有項目 能夠把它的保健作用發揮出來 比如這個 我做足球的 休暇之間 我可以把它太極拳 身心 骨骼 關節 都可以得到一種鍛鍊 這種鍛鍊是柔和的 緩慢的 是科學的 太極拳的作用呢 我再多講講 因為太極拳呢 它來源於中醫的 來源於易經的 來源於中國哲學的思想 從中醫角度來講 太極拳是完全符合中醫的一種理論 我們中醫的黃金內經 是我們指導的一種理論 要求人與自然要相容 人就是自然 人都要自然而染 要順其自然 不能違背自然 所以太極拳在和中醫的結合 在與自然的結合方面 是有一個獨特的一種方法 比如太極拳的動作要緩慢 骨骼要中正 身體要放鬆 處處有螺旋 要求內動 而帶動外動 內動帶動外動 就可以運化脏腑之氣 脏腑之氣就要通筋活血 所以太極拳的內地運動 一定要掌握好 每個學習太極拳的人 都應該理解這一點 太極拳是一個內加拳 它的所有運動 要由內而外的來進行旋轉 來進行運動 這種內在的旋轉 我們叫內外相通 上下相隨 左右渾圓 這種內在的動態 就可以增加我們內在 脏腑之氣的運行 以達到通洛活血的 強身健體的作用 還有太極拳的螺旋 也是一個非常科學的 好的方法 大家都知道 我們身體有問題的時候 比如骨骼產生了一些病變 產生一些損傷了 當我們做物理治療的時候 物理治療師會告訴你 放鬆一下 我們中醫推拿的時候 要放鬆你的肌肉 放鬆了肌肉了 我們才可以進行推拿 力點才可以入骨入髓 入到你的筋膜上面 入到換出的地方 所以太極拳 在這方面恰恰迎合這一點 所以太極拳的每個動作 要求你放鬆 放鬆了以後 加於螺旋 跟手一樣 我肌肉緊張的時候是硬的 我放鬆的時候是軟的 太極拳的每個運動 是通過旋轉的 這種旋轉呢 它都可以入內 入水 我的一個朋友吧 是中文大學的 聯合試驗的副院長 也是中文大學運動系的主任 這個王香生先生 他就說我們之間探討 太極拳對身體的保健作用 有什麼好處呢 當我們了解了太極拳的 運轉規律的時候 和內在的一種運轉方式的時候 王教授就告訴我 這個方法 比較和我們那個 一種物理治療的一種方法 比較迎合 我們物理治療 能夠改善患者的一種傷痛 一種康復的時候 是怎麼樣能夠康復到它的深層肌肉 和小肌肉群 也是我們研究運動的一種 一個難題 通過我們之間的交流以後 恰恰感覺到 原來太極拳的放鬆 彌補了這一點 太極拳的放鬆螺旋 恰恰能夠起到一個 對病患出的一種肌肉的一種放鬆 和一種治療 它的理論就是通過放鬆 通過旋轉 可以對你的深層肌肉和小肌肉群 產生一種作用 這一點能夠證實 用科學的方法能夠證實的話 是一個很好的 推廣我們太極拳運動 運動康復的一種方法 所以將來我就想 可以把太極拳做一種品牌 什麼品牌啊 康復太極拳 運動康復太極拳 我們可以不稱它為拳 我們可以稱它為太極 運動康復一種方式 可以作為一種品牌啊 就是專門對一些 治療一些運動損傷了 屬後損傷了 屬後康復了 當然這個太極拳的這種理論 這種旋轉放鬆的理論 運用於身體的很多方面 我們都知道太極拳的康復作用是全面的 首先它對我們的內檔腸胃 消化系統都有一個很好的作用 對我們的骨骼肌肉的康復 也是一個很好的作用 還有對我們的神經方面 對我們的氣血的強化方面 也都是非常好的 至於每個方法 每一個方面我們都有太極拳的一套理論 我剛才講呢 為什麼太極拳能夠對腸胃消化系統起作用呢 因為太極拳的內動而帶動外動 這一點很重要 內裡不動 外面不動 內裡一動 全身都動 所以太極拳一定要做到內外相合 還有中國式的傳統養成方法 過去我們都講了中國式的傳統養成方法 我們前人都總結出來 就是吐納肺腑 舒展筋骨 就是一種吐納樹 吐納樹就是開河 我們在吐納開河的傳統的一種方法上面 我們加一螺旋 這樣就對我們的內脹產生更好的一種運化 以帶動我們的氣血周流 因為我們的腸胃系統 大家都知道 現在城市生活中很多的 我們的環境造成了我們的一些 身體的一種狀況的不良 在一種病症 比如說寒症 比如說胃寒了 女士的公寒了 手腳冰陽了 出嘘汗了 睡眠不好了 都是因為一種寒 平時的生活不注意 經常喝一些冷的東西 動的東西 我們的都市生活 室內的空調都開得很冷 所以就造成了好多的寒症 還有一些濕氣 這邊香港也比較潮濕一些 南方 這些病症呢 我的方法就是要增加腹腔運動 提高腹腔溫度 通過我們這個腹腔的一種動態 一種運動 來提高腹腔溫度 當然有人問了 太極拳可以提高腹腔溫度 我們好多運動都可以提高 提高這個腹腔運動 這一點沒有錯 但是太極拳有它一個獨特的方法 通過提高腹腔溫度 來改善你的體能 來增加你的腹腔溫度 腹腔溫度改善了 有些病症 氣血就自然也通了 這個保健作用就比較突出了 所以有了太極拳的這種保健作用 我想想太極拳 就是我講的第三點了 能夠服務於整個全球 服務於奧林匹克的所有運動 他們都可以通過太極拳 來進行康復療傷 來達到一種強身健體 你那個舉動的跳水的 橄欖球的 都是一種經濟很強的 運動傷害很大的 通過太極拳的運動 可以改善你內外的一種方法 我們武術裡面有句話叫 外練筋骨皮 內練一口氣 外面的筋骨皮 好多運動都練筋骨皮 其實這些橄欖球啊 足球啊 起操啊 它也是一種筋骨皮 這個氣呢 就是一種內氣 內氣的修煉 就要靠一種柔化 一種柔化 我們通過一種土納形式 來給 來產生一種工法 這種工法就是一種技術方法 掌握這種方法呢 就可以給我們帶來一種 好的一種身心健康 關於氣功和太極拳的說法呢 這個氣功這個兩個字呢 以前是沒有的 據我所知呢 氣功是在八十年代的時候 才出現這個名字 叫氣功 那時候全國興起了 好有氣功日 到處都是練氣功啊 公園裡面 最後就 法輪功也出來了 對社會也造成了很大的影響 當然氣功呢 我的了解呢 氣功這個詞 就是其實我們每個武術門派都有氣功 但它不叫氣功 我們叫功法 功法 有少林 少林後面有功法 少林的戰裝 扎把 吐氣方法 也會有些方法 太極的也有練功方法 我們的練功方法 當然是不提 是一種特殊的方法 是經過內動 外動 用內裡的一種氣的催動 和養 練 修 成 能夠達到一個 對內氣的一種掌握 其實我理解啊 氣功 就是運用氣血來練的一種功法 我們的氣血都有三種 空氣啦 氧氣啦 我們的血液循環中的一種 也有一些氧氣啦 還有我們的 我們稱為先天氣和後天之氣呢 這胎兒在母氣裡 它是先天之氣 離開母氣以後 它就是一種後天之氣了 所以我們煉氣也有好多個方法 關於氣功呢 就是說 現在就比較時尚了 好像氣功可以治百病了 氣功可以做做好多事情了 我們 我理解呢 氣功呢 只是可以做為 每一個門派 每一項武術 它本身 它傳承過程中 都有一個方法 這種方法叫功法 這個功法 結合你的 這個 結合你的這個 門派系統的這些動作 它都會有一種 它自身的一種 所謂的氣功 其實氣功 並不是說你內加拳有氣功 外加拳沒有 其實內外之分也是不太容易的 其實外加拳得有內功 比如說我們印象中的少林 少林是一種高猛的快速的 但是少林呢 還有一種內功 少林還有一種柔權 像太極一樣的柔權 我的啟蒙老師 是鄭州的毛錦光老師 他就發掘出了少林的柔權 並把它作為一種書籍 能夠推廣出來 讓大家認識 其實我想說什麼呢 我們中國的傳統武術裡面 每一項武術 每一項的傳承 能夠到現在 他都是非常優秀的 他的體系 他的內涵 都是非常優秀的 他都有一個自身體系的 一種很好的一種方法 和經驗能夠積累下來 所以他們的練功方法 都是非常好的 都是對我們的身心健康 都有起到一個非常好的保健作用 謝謝你 謝謝你